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經可以去到非常大的級數了 一直這樣講 我不會說反物質研究有很大的進展 因為要整它不是那麼容易的了 反物質的發現 看起來就很早了 說的是20世紀都還沒去到中期 前期一些你已經有人去提出了就是有反物質這件事存在 當時就說可以由一個的核子反應度 就可以產生一個帶正電的電子出來 而這個帶正電的電子 它的質量和正常電子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電荷是相反的 到今時今日 如果你說反物質 我們就說在宇宙射線上會有 宇宙間會很容易找到很多反物質給出來的訊號 然後就在地球上我們那些粒子實驗會產生到 那麼反物質最引人入性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這些反物質一旦產生了 它和正物質相遇就會互相煙滅 大家變成為兩顆加碼射線光子就消失 就沒有了 就變成兩顆光就沒有了 我小時候第一個聽到這件事就在史提芬霍金寫的時間解釋那本書 他還說了一個故事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個來自反物質世界的理 千萬不要握手 因為一握手你就會互相煙滅 大家會消失於宇宙間的了 這個物質和反物質這件事就是一件這麼特別的東西 它是真的存在的 但是現在看到它在我們這個正常物質世界上 是很少很難產生的 一產生它就會和正常物質煙滅了 接著就會消失了 甚至乎有人就會問 我們這個世界正常的物質怎麼來呢? 會不會這個天地初開的時候 就會有十份的反物質和十份的正物質一樣在這裡? 只不過就是我們剛巧就把一堆去了正物質的那個宇宙那裡 還有一個反物質的宇宙存在在我們接觸不到的地方那裡呢?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我們沒有辦法證實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學說就說 其實有一些的機制 是叫做令到這個宇宙一產生的時候 就注定了它這個世界一定是正物質多於反物質的了 就有一個對稱性的破決在這裡了 但是這些都還是停留在一個理論層次了 你要去證實很多時候就會涉及到這個 就是粒子加速器的實驗那裡 就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希望 所以今時今日你見到那些 無論是瑞士和法國邊境那個SERN 這個粒子加速器的那個地方呢? 或者在地球上面其他的 就是你說的譬如美國 在那個叫做Brookhaven 一會兒我們會說多一些的 就是它都繼續有一些發現 就是它透過撞擊一些粒子 產生一個巨大能量的火球裡面 就會產生到很多 就會無端端 因為能量很大的關係呢 就可以突然之間產生到一些 正反物質的一堆東西出來 而那些反物質一產生呢 很快就會碰到正物質 又會消失了變成光走了 那這些這樣的很高能量的粒子反應呢 就可以在這些粒子實驗那裡捕捉到下來 使我們證實到會不會短暫時間之內 我們曾經產生的那些反物質呢? 那實驗就是在做的就是這些事情 剛剛這個星期就有一個都 刊登了在《自然期刊》的一個 關於反物質研究 我都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發現 就是我們找到一些 我們以前沒有製造過的反物質 而且這個反物質是比我們想像中是重的 如果我們數回我們對上一次在科學新資港的反物質呢 我們是說在國際太空站測量到的反物質信號的 不知道台長你還記不記得呢? 在國際太空站拿到下來的反物質信號呢? 我們是想像中是一些相信是由 這個國家這個粒子實驗室裏面呢? 我們已經製造到一個 就是由實驗室人工方法製造到一個反物質呢? 它已經是超越了以往我們在其它實驗能夠製造到的東西了 但是這個就相當之長的名字了 叫做Anti-Hyper-Hydrogen 首先要解解一下 什麼叫做Hyper-Hydrogen呢? 嘩 容許我先逐一項說 首先由什麼叫做反物質 說到什麼叫做Anti-Hyper-Hydrogen 然後再說到什麼叫Anti-Hyper-Hydrogen 順便補回什麼叫Anti-Helium 就是有幾樣東西要說 剛才不小心說了的 正常的電子和反電子 正常電子帶負電 反電子是帶正電的 電子世界有它的正反物質 然後其實就算對於質子 我們都能夠做到反質子出來的 看回宇宙周期表 氫元素就是由一個質子外面有一個電子 組合而成就是一個氫元素 一個反氫元素就是由一個反物質的電子 裡面就是圍繞了一個反物質的質子 這件事我們在雙的實驗那裡能夠做到出來的 而且我們以前在科學生資有提過的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個反物質的氫元素 就需要首先能夠找到一個反物質的質子和反物質的電子 正常的就是內正外負 外面的電子是負的 反物質的氫就是裡面有一個帶負電的質子 外面圍繞了一個帶負電的反物質的電子 這件事是我們人類能夠做得到的 好了 如果我們地球上面有正常的氫有正常的氦 如果氫那裡加多一個的質子 在它的原子核裡面 甚至乎再加多一兩顆的反物質的neutron中子 在這個原子核裡面 那它就由氫變成氦 那我們可不可以重複這個組合元素的這個道理 來製造一些更加重的反物質元素呢? 就是說如果我要不滿足於反物質氫 我要做反物質氫的話 我們就需要在那個反物質氫的這個原子核裡面 再加多一個反物質的質子 再加多一兩顆的反物質中子在那裡 那就形成了反物質的氫在那裡 那當然外面再加多一個反物質電子了 那我們暫時沒有能力在實驗室裡做到出來的 但是呢 今次呢 在這個brokehaven的實驗 它就做到一件叫Anti-Hyper-Hydrogen 裡面是有什麼組成的呢? 首先這顆東西外面是有一顆反物質的電子 而在它的原子核裡面 也都是有一顆反物質的質子 但是它還有多兩顆的反物質的中子 再加多一顆反物質的hyperon 一顆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裡就很奇怪 它這個東西就沒有去到一個Anti-Hyper-Hydrogen 它裡面是有四顆東西的了 這裡又要溫回元素周期表 氫的原子核就只有一顆質子 但是去到氫的原子核就有三至四顆東西了 那三至四顆東西就是兩顆質子 加一至兩顆的中子 那就是說如果你要Anti 即是反物質的害器 那它裡面是要有四顆東西的 原子核裡面有三四顆東西的 現在我們在這個brokehaven實驗室裡面 做到的那顆反物質 它的原子核就是有四顆東西的了 所以我會說它在電荷上就像一個氫 但是它的原子核的原子核的重量已經是差不多 好像一個反物質的害器 一樣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的反質子的數目又不同 它就換了一顆東西叫做很古怪 叫做Hyperon 其實應該說得正式一點 叫做Anti-Hyperon的東西下去 那這裡又要解釋另一件事 那究竟那顆叫做什麼為之Anti-Hyperon呢? 那這裡又要數回我們對於 質子和中子的認識 質子和中子是有更加微細的結構組合而成的 那樣東西叫做跨克 那譬如說它什麼時候是質子 什麼時候是中子 視乎它裡面一些叫做 上跨克和下跨克的組合數量 其中一個就會由兩顆上跨克加一顆下跨克 一個就是一顆上跨克加兩顆下跨克 那它就會兩種不同的組合 就是一顆正在對應質子 一顆正在對應中子 OK 那如果這些跨克 我將其中一顆換了 因為跨克的世界 根據我們的粒子研究 不止上下兩種 還有其他四種 總共有六種 如果將其中一顆換成為 另外一種的跨克 那種跨克的名字就叫做 不是上不是下 就叫做奇異的奇 英文就叫做strange strange的這種quark 它就由上下奇三種 組合而成的這種古怪粒子 它是既不像 它就不像一顆 不完全是一個宗子 又不完全是一顆質子 它就是一顆奇怪的東西 我們這些奇怪的東西叫Hyperron 你可以直譯一種叫超子的東西 Hyper就是超級的東西 它是由一些不是主流的跨克組成的另類的東西來的 現在竟然在這個Brockhaven的反物質實驗裡面 我們能夠製造到一個反物質的一個原子核 這個原子核是比我們以往看到的蟲 而不止裡面還會涉及到一些很古怪粒子的反物質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覺聽不明白就很正常的 但是你會發覺你大約抓到那個想法就是說 它能夠做到反物質 第一就是已經是奇怪的了 而這個反物質是比起我們以往做到的更加大顆更加重 第二樣厲害 而第三樣厲害就是它重之外裡面還有其中一顆 就是一些古怪粒子來的 所以這裡就要說 能夠在這個實驗做到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更加多的樣本 我們對於我們去了解這個反物質世界和正常世界的分別 甚至乎對整個粒子理論的了解 是會給得出一些很重要的數據在這裡 所以到今時今日 譬如說就算我們以往找到過那些上帝粒子那些這樣的東西 我們是不停地反覆地去繼續產生它出來的 因為我們透過大量產生更加多這樣的樣本 我們就可以建立更加多的實驗 來了解它的特性 從而我們去了解整個粒子世界究竟 就是這些東西是怎樣組成的 如果我們發現那個正物質世界和反物質世界 似乎看上去是同一個的元素 但是它們的行為上面有很大分別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叫對稱性的差異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新聞了 因為我們似乎我們可以多一件事去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粒子的本質是怎樣 甚至乎它了解宇宙初期是怎樣的 如果你看回台長這個新聞 它會聯繫到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暗物質是什麼都會有幫助 那為什麼會聯繫到這個暗黑物質呢? 因為我們現在其中一個假說 去了解這些暗黑物質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我們過往不了解的粒子 如果是世界上存在一些粒子 它是有質量的 它哪怕存在的時間只能是很短暫的 但是它是有質量而又存在的 而是由我們現在的那個粒子模型 是不能夠解釋到一些新的東西來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粒子模型的新認識 而不僅僅是它能夠幫我們去解釋到 宇宙裡面存在著另外一些未知的質量在那裡 所以一次過去了解這個粒子世界 你會發覺不只是了解粒子它的起源本身的 而是甚至乎了解整個宇宙的成份都有幫助 好 剛剛你講到那個anti-hyperhydrogen 其實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它是撞出來的 因為通常你在粒子實驗裡面 都是牽涉到找一些材料 通常都是粒子來的 就是將它加速 加速到它基本上都是光速的了 就是光速的99.9999%這樣 然後就將它撞擊 撞擊的時候產生大量的 就是一個我們叫很粗疏的一個火球 裡面的能量密度很大的 那個能量密度大到就很容易產生到很多的正反物質對的 甚至乎那些上低粒子都有機會產生出來 但是很快又會消滅了 就會煙滅了 所以你可以說是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撞出來的 而撞出來是很亂七八糟什麼都有的 所以在這樣的粒子加速器那裡 你就要看一堆很雜亂的數據了 你要篩選分類 這些數據就來自一些很低階很cheap的 已經大家都發現了很多的反應 譬如那些正反電子那些是產生了很多的了 那會不會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粒子呢? 就是過往很多在六七八十年代的 就是粒子加速器那裡的那些發現 很多時候就是你有一個越勁的粒子加速器 就會撞到越多的不同的新的 亂七八糟的新的粒子出來 那當然了 你要產生到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些就是anti-hyper hydrogen 你需要的能量級數更加高 因為你要產生一些質量越高的東西 你是需要給下去的能量本身就越高了 而它存在的時間也都是越短暫了 好 我們這時候就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科學會的路 好嗎? 好 好 好